新闻头条马上带您关心 鼎芯被查出使用大桶原料 商誉受到质疑 因为鼎芯自由公司主动签下窃解保证 却隐匿使用大桶原料 卫福部今天表示 因为屏东厂区并没有签窃解 而官方提供的窃解保证 只能代表业者诚信 也就是说 卫福部认为鼎芯没有诚信 卫福部日前启动厂商窃解机制 公布自愿签窃解书厂商名单 以招公信 但鼎芯自由彰化公司 签下窃解之后 屏东厂区却隐匿使用大桶原料 卫福部的窃解机制被批评根本没效果 签窃解的这块部分 事实上是依照它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厂的部分 屏东的这个工厂是没有签窃解 我想窃解这块的部分 是希望大家能够很 这个业者能够自律 能够有诚信 那事实上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知道 哪些的这些厂商 事实上是一点诚信都没有 切结书只代表厂商诚信 不能保证商品一定没问题 而鼎芯来自大桶的原料 究竟有没有桶叶绿素 卫生单位目前的技术验不出来 只能追溯大桶的出货情况 才能知道里面到底掺了什么 立委要求追查源头 究出有哪些油厂进口桶叶绿素 大桶到底是从哪里进口的 进口了多少 现在还有谁进口你们知道这些讯息吗 目前我们查到这个进口的这块的部分 在追踪这个进口的目前 我知道的批试是好像有四批 这个我们有再查 到了各个业者可能不下这个百家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 哇不下百家 因为他用在泡泡糖 在相关的一个糖果身上 泡泡糖那个我都不关心 进入油厂到底有多少 了解 一个礼拜之内告诉我们 虽然同业绿素为可食用色素 但业者为了增加色责 把同业绿素摻到油品里面 就是违法 而公部门稽查能力 防不了专漏洞的业者 到底还有多少未爆弹 是民众现在最想知道的 新唐人也的电视 陈辉莫 柳姿云 台湾台北报道 对于是民众的业绿素摇